辣子鸡这样做实惠又简单 大家好,我是刘易 今天跟大家分享辣子鸡的家常做法 麻辣爽口,干香酥脆 下酒又下饭 今天这个做法和饭店有些不一样 在饭店吃辣椒特别的多 今天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 辣椒少,鸡肉多,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节地气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大大的鸡腿一个 当然最好选择新鲜的纸鸡吃着味道最好 先把鸡腿剁成粗细均匀的条 再剁成大小均匀的块 这个块也别太小也别太大 因为在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而且可以缩短辣子的时间口感更好 炖好后放入盆中 用清水清洗一下 去除鸡肉里边一些血水和腥气味 做出来的辣子鸡颜色不会发黑 然后捞出挤干水分 放入盆中接下来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半少的胡椒粉 适量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料酒稍微多一点 然后用手先抓拌均匀 抓拌至看不见汁水肌肉表面起黏 再放入少许的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锁住水分 淀粉的量切就不要太多 要不然吃着口感容易发硬 抓拌后再放入少许的色拉油 防止炒制的时候粘连 接下来准备小料 大蒜和生姜适量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出姜蒜的味道 小葱两根进行干净切成葱花 增加葱香味和翠绿的颜色 提前炸好的花生米适量丰富口感 再准备少许的干辣椒对 用开水线浸泡上 这样干净又出味道 这个造法适合家庭操作 辣椒少 鸡肉多 吃起来非常过瘾 再准备适量的干红花椒和青花椒 食材准备好后 现在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 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然后倒入适量的色拉油 做这个菜油温稍微要高一点 烧至五成热 保持中火 下入鸡肉 下的时候手一定要离油面低一点 拿的太高 溅出的油 不注意就烫着手 非常的危险 当然家庭操作 不喜欢过油炸的 也可以放入锅中 煎至两面金黄煎熟煎透就可以了 下完后先静置五秒钟 让其定型 防止破腹 然后再用手指抖散 炸至一分半钟 然后捞出 做这个菜最好是复杂一次 吃的口感菜外酥里嫩 而且可以减少吸油 捞出后 等油温升至五成热 再次倒入锅中 保持中火 在清炸40秒钟 用勺子稍微多推动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炸至鸡肉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即可捞出 锅中留少水的油 下入控干水分的辣椒 保持冬火 炒出辣椒里的肉里的水分 炒出香味 炒至辣椒水分变少 表面稍微发白 接着倒入青红花椒 煸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姜蒜里边炒出香味 炒至姜蒜微黄 香味太浓郁 接着下入控干油的鸡丁 这时候火可以稍微开大一点 翻炒均匀 调味放入适量里盐 半少了鸡精味精 适量胡椒粉和少许的白糖控味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和调热 接着倒入油炸花生米 适量的香油和花椒有增加香味 稍微翻炒几下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和白芝麻增加香味 翻炒均匀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干香麻辣 简单家常 吃着非常够饮的辣子鸡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 转发 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